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昨天是10月10日的晚上 我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OLLED版本的这个switch的芯片的安装 和它是否可以破解的验证 那这就是安装以后的图 那那个任天堂它这次因为CPU没有变嘛 当初我的猜测就是,它其实还是可以用芯片破解的 经过观察我发现,它把那些就是关键的那些点都隐藏起来了 所以呢,这次难度会比较大 而且点多在背面 那因为这东西比较敏感 关于这东西怎么安装,我就不公布了 我这次去验证破解它,其实一个是好奇 还有一个就是方便我日后的维修 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结果吧 我先把机身转过来了 现在是电源关闭的状态 然后我们找一下 OK,开机 可以看到,Heketa就成功的已经启动了 但是呢,它这边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启动了以后呢 整个屏幕是不能动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我以为是那个触摸屏不驱动了 所以呢,我就把手柄装上了 结果呢,手柄装上也没用 后来我发现什么问题呢 加载这个画面以后,它就死机了 那应该是它那个屏幕或者触摸屏 有东西不适配导致的 那这次就证明了通过芯片在这个OLED上引导自制软件是完全OK的 在安装这个芯片之前 我的猜想是因为它这次屏幕触摸屏都更换了 我猜想它就算能注入成功啊 能运行自制软件 但是屏幕会一片漆黑不显示 那让我意外是 Heketa它居然能适配到最新的这个屏幕 能完美的显示出来 那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好了,我觉得接下来剩余的工作 那就是他们Heketa团队 他们应该是很快就可以适配到新的那些硬件 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 那应该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可能比较简短 那我再预告一下吧 我做了开箱和拆解视频以后 有很多粉丝就比较好奇 就是说它的那个手柄 据说之前任天堂有过更新啊 可能是更加耐用了还怎么样 将来会做一期视频 拆解这个手柄 看一下里面内部的变化吧 内部的改进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底座 底座我也会拆一下 看看它里面的芯片 有什么更新 在前面这几代的新的系统里面 也增加了那个对新底座的固件更新啊 那说明新底座它功能很强大 软件也可以支持更新 OK那么 本期简短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康爸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